比特币已经破新高了 所以比特币还能买吗 大家好 我是奥特马来西亚最多明媚的男的八千面前 频道的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 还有视频姐姐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点兴趣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关系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bybit的话 马上通过我下方的链接注册bybit 可以享有非常多的新农福利之外 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圈族 好 当然很多人问我 八千面你用最多的平台是什么 ok 我在这里告诉你 第一个bybit 第二个binance 第三个mesc 火币偶尔会用一下 偶尔会用一下 这样子罢了 好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是新手 你不懂要怎么选平台 好 个人建议了 好 bybit跟binance 你暂时用这两个平台 已经很够你用了的 ok 然后有些人会每个平台都用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这样子分 好 比如bybit 我是要拿来做合约的 binance 我是要拿来做现货的 火币 我可能是拿来收币的 mesc 因为mesc它上新币很快 所以mesc 是可能是拿来买一些新上的币 这样子 所以 这样子分配后就看你怎么去分配你的玩法 当然这些玩法全部都可以同意在 bybit或者binance这个平台 但是你会觉得你的资金会感觉会被打乱 就分开 看你们自己 你们要怎样都可以 然后给你们一个好消息 就是如果你通过我的链接注册bybit的话 那好 你只需要充值 然后你一通过我的链接注册7天里面 你直接就要充值一个100U 好 就会送你一个15的USDT 增钱的USDT OK 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注册bybit的话 赶紧注册 如果你已经有bybit的户口的话 你也是可以用新的email 或者用新的手机 或者用家人的来注册 然后充值来获取这个15的USDT 然后记得做kyc OK 然后有些朋友问说 之前我的户口已经做kyc 我如果用别的email开新的户口还能做kyc 可以的 但是不一定会过 but你可以试试看 好像之前 如果你是用ic的话 你这次通过链接的注册做kyc的话 你可以用driving license 或者passport 以此类推 但是不一定过啦 but你们可以try看看这样子咯 OK 然后通过我链接注册 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会尽量的跟bybit帮你们凹一些福利 for通过我链接注册的朋友 OK 好 然后 如果你是新手 你不会入金的话 在bybit这些的话 你可以去看我的视频 OK 你只需要按87man bybit买b OK 你就会看到一系列的 video是同样的 OK 我一年前就拍了这一系列的video 是for新手的 好 你们可以点进去看看 OK 我们讲回那个 诶 等下 我们讲回 呃 刚刚才视频开始讲的 就是说 比特币还会 还会继续涨吗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 已经是 我怕打脸 我又不讲讲模拟两可的方式 我个人觉得他破新高了 他已经破新高了 明白吗各位 他已经破新高了 所以你问我他还会涨不涨 我个人觉得是不 你要的话可能要等那些明快涨一下先 因为明快那些都还没有涨多少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如果你想买比特币的话 我个人是我自己是不会买啊 我自己是不会在这个时候买比特币 我什么时候会买比特币呢 当然是比特币在这里的时候才会买啊 所以如果你有在我的telegram群啊 你都会看到我塞一个合约单 就是17000啊 比特币在17000 17000的时候 我已经开合约 开到现在 所以我那个合约的那个percent是好像是20多千 20多千percent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看这个单 欢迎进去我的telegram看一下 然后不要拿这个单去骗人 这个单是我的 我开的 所以不要拿这些单去骗人 ok 然后还有 如果买比特币的话 你问我 如果你问我进场的话 我个人会选什么时候进场 ok 我看一下 我很大可能会选60千 60千 进场 60千 之前差到60千 这两次没 这次跌没有差到差一点点 所以就看有没有机会差 如果有机会差 如果你现在很想买比特币的话 可以考虑60千 或者45千好像有点太低了 看一下 差不多这里也是ok的 48到48到45之间 我觉得48千到45千之间都可以挂单 如果你很想买比特币 因为你看好像这个啦 这个是突然插针的嘛 如果突然插针 插到60千的话 他马上拉上去 你 你在这一波 你 你关眼睛 至少赚了一个5% 对啊 60千买的比特币涨到63千 就是赚5% 就关眼睛就赚5%了 而且很多时候这个插针都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插针的 所以最好是挂单 ok 如果你觉得60千 有机会再插多一次的话 你就可能说60千差拉多少 赚到该赚的钱就好出场了 不要说 不要说你在这里拉拉拉拉拉拉上去 然后比如你讲难听一句 如果你在这里开单 ok 你的止损是62千 ok 然后你涨到已经涨到73千了 你还不要出场 你还不要止盈 你不要止盈活该 活该哦 因为这样子插一针 爆仓还是 还是止损 就是浪费掉10千的利润 我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如果你要玩合约就不要拉太久 我分享的只是纯粹开着一个单拉久的 我平常合约不会拉太久的 除非你玩现货 现货拉几久都不用紧 合约不要拉太久 老实讲 ok 然后差不多这样 如果你问我的话 你问我还会跌吗 因为他破新高了吗 我们看之前的情况了 你看 这个破新高就很离谱 这个真的破到很离谱 然后把第二次 你就看这样子罢了 才破一点点罢了 所以这一次 如果他他会不会形成一个M 他会不会形成一个M 如果他会形成一个M的话 他70千 73千 他至少会跌一个一半 跌至少吗 跌到30多千 最少要跌到30多千 对啊 哎呦 我下次要买这个 Tradingview 不然他一直不给我看 哈哈哈 ok road一下 我下次就如果一直做视频的话 我就买这个Tradingview的会员 但是他Drive for free 我不懂他Drive for free的意思是什么 应该是要Login 所以可以给我free这用 我再去研究一下 因为我也很久没有看Tradingview 我通常都是看bybit里面的 只是说他这个摆设比较容易 你们比较容易看 ok 我们看回比特币去跌一度失手 6.2万美元 分析师减半前逢低买入时机到 ok 减半前是4月多 我4月多5月吗 对啊 他有写吗 他有写减半是几时吗 我记得是4月多5月了 如果我有讲错的话 大家可以留言给我 知道哈 ok 然后这个MicroSellergy 大家都知道哈 这一波他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但是他还继续的砸6.23亿美元 加码少获 所以他已经有9000多个比特币了 他很快就要破10,000了 他很快就要破10,000了 这个人他的信仰真的是很佩服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富爸爸一定要讲一下 美丽 坚定国将终结战争将至快买比特币黄金跟白银 所以你问我会不会涨比特币 我觉得是会涨 只是他怎样都会回调一下 对啊 他怎样都会回调一下 只是回调到多少 就是你心里的价位 你嘛可以去哦 如果他有回调到你心里的价位 对啊如果没有回调的话 坚持自己的立场就不要去去进哦 反而你去进了 等一下他跌跌去30千里 又在那边心痛 是吧 ok 然后我我觉得富爸爸讲的这次 我反而我认同他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现在黄金涨到那么够力啊 所以比特币也被拉动 通常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会发生 通常就是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经济很差 然后战争一直没有停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因为大家都要去避开风险 就是避险啊 所以人家都会第一个选择 黄金或者比特币 黄金麻烦一点要拿来拿去 比特币就不需要 比特币就一串数字的在你的那个人钱包 或者这个钱包 或者在交易所 好这种就比较方便一点 这就看你们自己 所以比特币会涨会跌 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涨 但是他在另一波高峰之前 我觉得他会回调 回调到多少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数字 OK 好 然后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点下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